位在苗栗市这栋大楼 一二楼和地下室是电子游泳场 邱正军被绿营指控 2012年他担任进口电玩 机台公司负责人 2019年疑似把公司负责人 改为游泳场业者正姓男子 莫获老板还是邱正军 而当初游泳场是怎么取得合法登记的 县府说游泳场1998年 取得最后一批合法登记 比邱正军2014年担任苗栗县议员 2018年担任苗栗市长的时间还早 绿营质疑他利用职权 替游泳场护航登记的说法不成立 不过名嘴指出邱正军2013年 在脸书公开把首页换成线上赌博游戏 金钱报的广告页面 为游泳场宣传 里头的机台真的完全合法吗 邱正军强调当市长后 因为公务繁忙把公司转让朋友 并非绿营所指的正姓男子 但工商登记资料显示 2019年公司负责人改为正姓男子 和游泳场负责人 另一名正姓男子是兄弟关系 公司和游泳场又登记同一个地址 邱正军也多次出现在游泳场 好肉场合 名嘴李正浩质疑 公司内分机电话 能直接遥控游泳场 游泳场发生的毒品交易 被法院判决在案 至今就有四十六次 邱正军很难撇清关系 另外游泳场大楼四层建筑 邱正军住在四楼 顶楼铁皮加盖被质疑是违建 还标明私人住所 邱正军强调大楼2008年建造 他2012年购买时 加盖部分就已经存在 是卸辅列管的寄存违建 邱正军认为 绿云这些指控都是选举抹黑操作 但眼前摊开的事实 可能还需要他出面说明白 欢迎订阅黄主任 许一文 吴绍青 苗里报导 嗨 大家好 我是盈彤 想要来抢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